这个话题讲完 想不到这么多话讲 好了 要讲一些正经的社会问题 有两个社会问题正经的 今天很好讲 所以都准时开工了 第一就是这个老爷的哥巴书走了 应该就很多人会讲他的 那我都不能什么了 是不是 都有我的版本 我前面改图有几个很伟大的字眼 大家截人其位一番 但是他是不是截人呢 我想现在更早 为事上早 就是要评价他的历史 是不是 太近了 他也是刚刚过世 和苏联都是倒了几十年 但是俄老呢 很多人不喜欢他的 那俄老不喜欢他 就前任叶李欣被他拿了个位子 就当然恨他了 現任普京好像和他挺友善的 时时打电话有热线的 诸如此类 但是他是屌辰普京 说他不应该做 这个是对的 不应该一直连任下去 快点交波 是不是 推行多一点民主改革 俄罗斯已经有了 现在不是共产党来的 俄罗斯的执政 俄罗斯也有了民選 那些人 历史不长 二十几年 所以见着一个普京 终归的普京教训他们 你也是要换人的 给了一个好的提示中国就不要再给那些领导人做多过十年了 十年太长了基本上这么多人等着上位 习近平你看看也不用久了做伟大的人物 原来戈巴尔徐是八年才上任到他九一年就走人了 六年半而已他做了 拿了露宾奖 诸如此类 苏联很恨他 因为令到这个伟大的帝国瓦解了 但是多了十五个家民国家国家 多了十五个独立国家大多数都走向民主 就算不是民主都有民主基础 起码有选举 有些就回头了 巴塔克那些或者是白俄罗斯那些 包括俄罗斯自己 但是也都 捷克那些 就是立陶宛那些包括几个国家 很多发展得不错 民主来说发展得不错的 都是发展过程的 乌克兰都民主了 本来就 就是有些是假民主本身 表面就有个选举制度 像新加坡那样 但是始终有个势力集团 东方就特别多这些 中国的共产党都搞得很废话 但是现在你看到一代伟人走了 是不是应该反省呢 他们的反省方式跟我们差不一样 我觉得那时候受西施股 罗马尼亚那个混蛋 死了啦 哇 共产党里面那些人哭的 那时候不是还是僑石那些老人 哇 哭的 哇 慘了 跟着要跟共产党一起了 千万不要 因为经历过六四八八九 哇 我们不是就变了他们这样 罗马尼亚人现在就开心咯 人家开心咯 明明咯 你不要用自己去想别人了 当然了 这十四亿蠢人 就继续在习近平教坏了之下 习近平有没有功劳呢 这几年他将那个腐败扭转呢 这个我会比个正面评价他的 但是他走呢 是应该走的 因为一个人久了呢 永远就是了 久了就变得獨裁了 变得 现在他的势力在盆根挫折了 我们都担心共产党没有这些 但是都已经邓小平开头 吻下了那些老人 如果不是那些老人还没死 还在那装拳呢 那就换了 江泽民都想 都没有了 其实这个传统竟然去到习近平回头 就是有些说法 他可能留下一个军委主席 我想问他何德何能 就是你比较在江泽民 江泽民刚刚在邓小平接权嘛 那个传统都还在 那个独裁的传统都还在 是不是 还有他 他都是做了两年而已 那到胡锦涛就好了 示范都好了 全推了 不会拿着军委主席 如果习近平拿着呢 都没用的 因为以他的能力 以他的声望 他唯一就是民间范围的声望比较好 因为他 就是温家宝和胡锦涛控制不了那些地交友那些 那些贪污情况 他是掃当了一段时间 较好 但是也都得罪了人 也都搞坏了那个自由经济 搞到那个自由经济变了现在就这样了 近来就这样了 那都是时候换换人的了 中式换人是跟别人不同的 但是你什么时候有他的 你要看 所以哥布朱他那个变革呢 影响之深远就是 就是一个帝国是可以分开很多个国家的 中国最好都是接受这个思维的 最好 西藏 新疆 是不是 蒙古 内蒙古 台湾 香港五个地方 算了 相对独立了 就已经搞定了 还有你民主帝国完全尊重你 那就搞定了 一个松散联邦 那里还有军队 那里就不要了 不要动别人的军队 有你继续 大家和解了他 大家多做生意 然后互相派大使 类似的 不要派大使那么恐怖 总之没事 以后国台版那些换掉了 那些自立健的那些 都送了他去退休 换掉了那些人 大家以后不要说了 伤感情的事不要再说 不要天天讲伤感情的事 就够了 中国人其实也是杖刚来的 香港人是这样 台湾人也是这样的 杖刚就是和起来 那上下大家开心的赚钱就算了 西方都没那么忌 现在就是见你说大国崛起了 准备又弄了战艦 拆够了那两个困难 航空母艦他 卖链铁卖了他 这样就没事了 很多东西都没事了 是不是? 你有原子弹没人敢惹你 没人敢进来 你那里说费人事 怎么进来都不是? 是啊 普京那么疯了 又想做比特大帝 那现在就全家产了 俄罗斯这一枝是 你与其看他 我觉得他 俄国好 蘇联好 是一个历史过程 他要走向民主 走向另一个形态 始终是需要经历这些事情 是 来来会会的 坑定屯讲的 就是你比如 比来乌克兰也是的 他还是很贪污的 其实 但是经历一次战争可能又会不同了 整个民族性都不同了 其他国家也有眼看乌克兰的样子 总之就是这些事情 我们就说一个人死了 就是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断落 那现在说就未免太简单了 就是普京 就是哥华尔夫那个功过如何 而事实上他曾经想再回出来选议员 不过没有人再随他了 但是他在重要时刻 除了拆了苏联 也都没有东西德 帕南维长 波罗丁海三国独立 在他那里还在掌权的时候 按住不动 那一成了气候之后 那些人不妥他了 就抓了他 困了他 在克里米亚的别墅那里 就是当时还是俄罗斯的嘛 就是做苏联的嘛 共产党困住他 让叶利欣一出来 分裂了 那后来就做了一阵短时间的全个苏联的种种 毒联体那时候叫做 做了一个很短的几天 那就正式解体了 苏联解体了 那这个真是重要的 虽然今天又有料理了 一般在美国的意识里面 最好将你俄罗斯都分为三个 俄罗斯都分三个 那就安心点了 等我走向自己决定呢 中国就都是要出现这些现象了 不过可能迟很多了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看到 可能我都应该知道 好 讲多一件其实挺敏感的事情 因为蔡英文就在澎湖看完军队之后 自时时批评近期大陆军演后 持续台关文公务下令军方 适时采取必要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 安华台湾压令我安全 那有多不安全呢 那就是六点左右了 昨天又有个无人机走入二丹 二尖岛水域上去应该是小岛来的 事警继续盘算了 因为手跟十弹射击 啪啪啪啪 开几枪 其实就有点小岛来算的 最初他拍到高清啊 在网上就很开心了 红粉 现在啪啪 开枪 你不走啊 不走就是打他下来 打他下来呢 象征性意义很大的 是吗 象征性意义其实很大 开枪已经很大 你说不开第一枪 那我先开给你看 你以为我不可以开给你看 那你帅上来 下次你的军舰真的洗过来 我真的可以第一炮给你看 那又怎样呢 没有的 早两天之后还说 很普通而已 我们飞去自己的 懒风掃的 飞去自己的地方 在自己的逻辑里面 我的地方我飞机飞游去 正常的 你不能吹我的枪 以后你还飞不飞 你飞再飞 再飞就不是拘离的了 直接打他下来 其实不需要打他下来 因为这些应该很差的东西 美军给一点点高科技 他就直接是俘虏了你的无人机 拿下来也行 你这样就更没面子 蔡英文表面拿彩而已 其实他顾着他的面子 这些科技拿了你的无人机下来 你的电讯够强 因为他的功能很小 香港的警察都做到啊 你知不知道 有了这个科技能力的了 那些都不是什么厉害的无人机来的 所以这些无谓东西就不要做了 跟着呢 跟着呢 还有个 还有个 五十八岁阿里桑拿纳州长 杜西周二昨晚出团到往台湾 预期逗留至星期四 又跟蔡英文 吴朝天啊 等人会面啊 洪天科技 他就访问啊 本月已经多次 包括印尼恩 周周掌 多明古会员 是不是已经第四团了 一个月里面 赶紧及最尾那天 三十号 第四团人 美国 跟着还打你的无人机下来 你以为很有趣玩玩玩 结果就 故意的 时间刚好啊 是你都忍多一两天了嘛 蔡英文就是呢 议员来了 我们打他来给你看看 没打到来 这些 就是什么呢 你看到呢 不理睬你的了 台湾是不理睬你的了 不要再做些无谓的事了 现实一点面对 尤其是你现在 就是换党主席 你等新的党主席 空间大一点 收皮就对了 那会不会因此而给一个机会啊 习近平 发动军事行动呢 那些军佬肯先打 肯打就算了 是不敢这样的 我们这些懂军事都知道 是不敢敢说完了 就是基本上是 赢不到的 现在 现在和美国困是赢不到的 只是和台湾打 你都好像乌克兰那样 意思 没有的 给他 给他 大家轰了一轮之后 不知道 不知道谁死了 那你的经济 一堤就死了 那你看台湾在死了 死了 死了 四十几个世界国家 四十几个发达国家一起支持他 好像支持俄罗路 乌克兰那样 一人给嘟嘟 又多几个百分之通胀了 那就可以受不了了 不要那么幼稚 不要那么幼稚 谁人都不喜欢高通胀生活不妥 但是有时候去到这些价值的东西 那些政客吹一吹 那些人民就接受了 是吧 用其他方法应付而已 通胀是经济问题而已 是吧 好了 讲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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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